那里面的话大概我大概再做一个 这个再多一个 就是再多做几个按钮 反正就是 新增一个 ok 对不对 然后我希望能够新增全部 新增全部其实就跑个回圈 告诉他从 第三列到最下面一列 然后分别 就跑个回圈扣一下 然后把资料丢过去 insertinsert 全部insert进去 所以全部新增 理论上应该就 只会挑一个 massive box 已经全部新增成功了 然后再来的话就把资料给清掉了 我顺便就是把资料清空 清空之后的话 再利用查询全部把它全部查回来 全部查回来其实非常简单 只是把 SQL 以法 下一个条件 slide 所有的 栏位 start from 问题一 这个时候再把它怎么样 利用一个方法叫 copy from recoset Copy from recoset 他就会帮你把查到的东西 再丢回来 这边我试一下 怎么办东西又丢回来了 这个地方的话就是 清楚全部 大概会几个 这个是 B4 B5 B6 那程式部分我有把它贴到云端 所以你们如果说想参考的话 大概我把重点 讲一下就OK 因为时间差不多了 最后这个地方的话就是侦测 最下面的一个 R 从第三列到最下面一列 那做什么事呢 每做一次呢 就把他的 A 到 E 栏的资料抓过来 利用 ADO 新增资料 填进去填进去 所以把这个回旋跑完资料全部过去了 那也会秀一个MeshBox 最后我多做一次 就是把那个里面的资料全部清空 因为全部都过去了 那如果你旧的还在的话 会重叠到 所以我把旧的删掉了 删掉完之后的话 再来 B6 部分的话 就是一样去 建一个 ADO 然后开启那个资料 一样这个地方本来是 Insert into 只是把它改成 Survey的所有 Front Win 提议 去 Execute 它 那 Execute 结果呢 它会帮你把查询到的结果 丢到前面有个物件 叫 Set My RS 这个 My RS 有点像是在 记忆体里面有一个表格 它帮你把这个东西放在表格里面 然后你在利用什么呢 从 Range B3 有个方法叫 Copy Front Recurset 把这个东西再倒过来 它就可以帮你怎么样 把查到的结果呢 就全部呢 都帮你怎么样 放到这边来 OK 所以特别是还蛮方便的 Copy Front Recurset 然后把它执行 你会发现这个地方 查询全部 诶 资料 就会帮我怎么样 从我的 Assess 资料库里面 这些资料 它会帮我全部 都 把它倒到这边来 所以你会发现 Assess Es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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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ss 那边其实就没有问题了 实际上要怎么样换来换去 都非常简单 因为这个东西有一点点难度 但是我想应该也不会太难 那么画面还给各位一下 细节部分 还是建议回去动手做一下 因为我已经尽量把程式精简 再到一个 非常精简的地步了 应该我想你在网络上Google 应该没有像这么精简的程式了 所以你就做你该做的事情 其实你会发现 这些东西如果可以在工作上应用的话 其实是非常方便的一件事情 因为每一家公司 每个企业 一定都会有Excel 跟资料库之间的沟通问题 那如果你这一段OK的话 我想以后很多事情都变简单了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先讲到这里 另外如果需要今天的影片的 同学自己再加上论坛 然后呢 我也会把今天的影片 在船上贴到论坛 那请各位回去再把细节部分 再稍微了解一下 那切记一定要动手做 OK OK BGM